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北京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赞助播出 据国家统计局显示 截止到2019年年底 我们国家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了2.54亿 按说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老年朋友应该更快乐 更幸福地享受他们的老年生活 但是一方面他们要操心着儿女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新兴事物 让他们感觉到 有一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和要求了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的老年朋友会感觉到不安和焦虑 那应该如何去面对老年朋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焦虑情绪呢 今天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的李燕主任医师 欢迎李医生 您好 李医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在您临床看病的过程当中 您发现老年朋友出现了焦虑的情绪 这种情况多见吗 非常多见 尤其最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 我们感觉门诊这些老年朋友的焦虑患者的比例越来越高 甚至可能比如说上午有三十个病人 都有十个八个都是老年人 对 很高 那据您的观察和总结 大概都是因为什么呢 有一部分老年朋友 他是因为有一些内科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有一些高血糖 或者有一些高血压 或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这些疾病 可能激发的一些情绪问题 还有一些是因为跟家人的生活 还有生活方式 包括这个退休以后 跟原来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 不太适应带来的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劳累 或者是体能上有些变化 跟第三代 第二代 也包括跟朋友之间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绪引起的一些焦虑 这些都有 所以其实这些原因是非常常见的 对 这个话题非常好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有三位稍微上年年纪的朋友呢 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可能是需要林医生的帮助的 我们现在连线第一位 袁叔叔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袁叔叔在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产生了一些焦虑的情绪 今年七十一岁的袁叔叔 儿子早已经成家立业 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 在身边朋友的眼里 他现在应该是到了无忧无虑 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 但是袁叔叔也有自己的困扰 你看 今年我都七十一岁了 我们老伴呢 也六十九了 平均年龄全都七十了 我们担心的就是健康问题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 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 不愿意给他们增加任何的负担 有一次吧 我出去买菜去 汽车用 就是对面来一辆汽车的桌 拐了一下 就从自行车上摔下呢 我接了电话以后呢 我赶紧就打零辆车 赶紧就过去了 好在呢 离医院不算太远 我就呢 把老伴给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 就尽量不给孩子添麻烦 现在还行 要是再过十年 我们就八十了 再过十五年 那就八十五岁了 咱们就考虑上养老院了 可是现在咱们这费用呢 两个人的工资只能交一人的费用 那另外一半呢 那只能靠孩子了 是 这个另外一半让孩子再给出的话 就会影响他的家庭生活了 袁叔叔的儿子一家 目前在国外生活 出国前把很多东西都放在这里 几十平米的房子被堆得满满当当 再有个四五个月 说话就快过年了 儿子他们三口的就要回来了 这回来以后 住哪啊 小村就回来以后 马上牵扯掉上学的问题了 这一上学呢 这早晚是接送 还用不用我们俩一块去给他帮忙呢 这几个月一换就过去 你说我天天能不想这些问题吗 提起小孙女 袁叔叔说 按他的想法 他还需要做很多准备 我从两岁多就开始教他 现在呢 教了六十多首诗 这背会了 走了这一段时间以后 等跟我视频的时候 我一问他 现在还剩几手了 剩下全都被忘光了 你说这让我多着急啊 哎呦 等他们要回了以后 我这是不是还得从头来再教他呀 整个原来那一年的功夫 就白下了 想起来这些事 就是给小孙女啊 就是要学古诗词啊 教他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事 想起来我就脑袋疼 长期被焦虑困扰 袁叔叔每天吃不好睡不着 常常到了凌晨还在想这些事情 有时候入睡没多久 他又会醒来 其实我也知道 像我们那个岁数啊 是较少 可是我那些亲戚朋友同事 人家都是早睡早起啊 可能我这是因为想事想得太多 你说不行啊 不可能 自个儿也知道 非常焦虑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袁叔叔 袁叔叔您好 小季好 李主任好 你好 袁叔叔 看您现在乐乐呵呵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您平常还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和不安啊 是啊 其实就是想的问题比较多 也比较焦虑 但是确实是为第二代和第三代 操了不少的心 也会让您感觉到 有一些这个承受不了了 不过没关系 今天李主任呢 会帮您来打开一些心结 好 谢谢李主任 现在我们老人对子女的 包括这个关心 照顾和担心 真是比以前要感觉到更大的责任啊 所以就是把家里的子女啊 还有包括孙辈这些衣食住行 老觉得自己特别有经历 同时呢 也觉得自己还要进一步地 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觉得自己这样做 会对孩子们有更好的帮助 帮他们减轻负担 其实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批 这个老年 他们这个以前年轻很辛苦 这年老了 依然还在奋战在家庭 各方面的这个角色当中 所以这个焦虑和担心 各方面的细节应该是人之常情 您刚才抓得非常的准确 就是说明可能我们袁叔叔 在家庭生活当中 对自己的角色 这份责任可能需要担当的更多 这份责任可能担得有点过重了 是 那我们中医怎么看这个事呢 我们为什么看起来 老年人更容易焦虑啊 倒不是因为老年人 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啊 从中医体制来看的话 我们脾肾都不太足 特别是脾须是为主的 中医讲呢 脾须则虑嘛 如果是脾气不够 我们这个思虑就会增加 那长时间有这些 不良情绪的影响的话 或者是达到一种极致的时候 它会反过来作用于 我们五脏六腑 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那就是比如说 像经常会有食欲下降 各种的胃炎 或者是不但睡眠不好 可能会有身上的各种疼痛 然后脾须可能会伴有弹湿 有的人年龄大了 脾须弹湿还伴有一定的血瘀 可能会有些心脚痛等等 就这个对身体的影响 还是挺多的 那袁叔叔您回想一下 生活当中 有没有经常会感觉到 心脏也不舒服啊 血压啊 血糖啊 和血脂啊 也是忽高忽低的在变化 有这些方面的改变吗 有 尤其就是这两年吧 就这两年才有的这种 心动过速 这个毛病 这就是这两年新天的 我觉得就跟这个 可能睡眠不足啊 是我问一下这个专家李主任 这个是不有直接关系 关系还是很大的 像袁叔刚才提到 这个心动过速 就是之前的一段时间的焦虑 和担心引起的 对 因为心脏 如果是从中医看 心脾通常都是共同 在维护我们的身体正常的机能 然后呢 这个如果从现代医学来看 我们长期的紧张 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脏 会分泌更多的一些神经地质 像去甲 腎上腺素等等 它就会让我们的心率 会发生变化 甚至有一些容易紧张的人呢 我们身上的这个血甲等等 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波动 那包括血糖也波动 然后我们这个心率 就会显得就会有点不齐 但是要面临着这种 新的转化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让袁叔叔 更好的来适应它 焦虑它可能在提示我们 我们现在有一点超负荷了 就是我的心理 跟身体的超负荷 应该减减压 应该把它这个强度 还有方式要调整一下 所以我想可能袁叔 在跟子女或者孙辈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工作和内容 分分层 就除了孩子和孙辈以外 还有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一个关键点 包括自己喜欢的事 喜欢的朋友 这些相聚 也要把它当成是重中之重 这个压力我估计会小一些 可能我们得问袁叔叔 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年轻的时候 比较喜欢拉拉尔胡 去去口琴什么的 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放下 我觉得拉尔胡 这个本身这个音乐 对身体都是一个物理治疗 也是一个精神愉悦 它都是属于艺术类的 是特别缓解 就是情绪的一个 最好的办法 但其实我听出来了 现在比较困扰袁叔叔的 主要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 对 有一个方法特别有效 就是我们把它称为调息疗法 调息疗法 也叫呼吸疗法 这为什么会改善睡眠呢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睡眠 假设伴有焦虑的时候 通常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亢奋度 就比正常要高 比如说一焦虑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口干 可能会有出汗 然后呼吸可能会变快 但是变浅 也包括身体各个方面 包括你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功能 都会发生一些 就动力下降的表现 那所以通过呼吸训练以后 就可以把所有这些焦虑的 症状表现 用呼吸办法 能够慢慢把它控制下来 因为我们的血压和心率 包括出汗 人为是不太好控制的 就一系列的症状群当中 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呼吸 而且我们传统 你看养生的这些办法当中 都是特别注重呼吸训练 然后包括我们冥想打坐正念 它的核心 其实都是呼吸训练 听起来有点玄妙 对 操作起来容易吗 其实可以现场教教你 太好了 太好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这个椅子首先呢 我们要选一个 稍微硬点的椅子 就是软的椅子 对身体承重 还有包括它这个曲度 有一定影响 而且要坐到椅子 前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对 如果这样 我们后背 后背就不会靠这个椅子 然后臀部呢 微微地后翘 这样身体的呼吸 就处在一个 比较正宗的一条直线上 然后两个膝盖和肩膀很宽 手呢 就放到这个膝盖上也可以 放两边也可以 手心一般来说 大部分都是向上 会比较好 做的时候呢 如果是外界环境 在看的电视啊 都不影响我们做调息 唯一需要注意的话 如果我们有的人说是 睡前 或者看电视做 那洗澡的时候 头会一定要吹干 就我们的身上 不能有汗 不能有水 尤其背后不能有空调 如果你说我身上汗 大汗淋漓的 就不行 微微出汗 问题就不太大 所以空调风扇 不要对着我们后背 直接吹 那这样的话呢 就环境当中 椅子 那包括外面 是不是炒 就不重要了 我们关键是要把这个坐姿 要调好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闭眼睛 也可以睁开眼睛 关键是什么呢 这个下巴稍微回收一点 好 那我们就把呼吸 调得就深 慢 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是鼻子吸气 对 口吐气 这时候脑子当中 可能是有些地方是乱的 也可能是什么都没下 你刚才是什么感觉 呼吸的时候 就是吸得也很深 呼出去也很慢 就感觉到身体里的 很多的负能量 被呼出去的感觉 你这个太有天分了 健康的时候 我们一般 深吸气的时候 和深吐气的时候 都没有阻碍 这是我们自己检视 自己有没有脾肺气虚的 一个间接的办法之一 然后鼻子吸气 口吐气 一般来说 吸气的速度 略微快一点点 吸得快 稍微快一点点 吐得慢 吐得越慢越好 吐得越彻底越好 吐到后来 腹部呢 可能稍稍一点回收 把所有的气都排出去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技巧 也就是在呼跟吸之间 可以停止三五秒 可以试一下 吸气末的时候 为什么还得憋一下呢 憋一下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代谢 各方面就没有那么快了 就帮我们快速地 把焦虑水平降下来 三五秒 再吐气 对了 这就好多了 然后肩膀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放松 在您的引导之下 做了几次深呼吸之后 感觉到头脑更安静了 而且更清醒一点 对 这种相当于呼吸训练以后呢 它有一个肠道的一些蠕动 蠕动以后 它会对一些压临床的大便 排的困难等等 就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而且我们有一个 现代医学的讲法 就是脑跟肠道 它都是一条轴 也睡得会很好 对 而且排便一通畅以后呢 这个焦虑也会减轻 所以它都属于脾胃 是 所以焦虑的本质 都是跟脾胃关系是最大的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调呼吸 第二个呢 一呼一吸中间 有三五秒的间隔 第三个 如果是段位再高一点啊 就吸气完了以后 吐气的时候 顺便把声音发出来 就像我这样啊 我觉得像催眠曲快睡着了 这个声音呢 就越长越好 这个为什么有催眠的效果呢 这个声音它是什么呢 我们平时胸阔呀 是很少有机会被 就内脏啊 很少有机会被治疗的 但通过这个声音的震动 会让里面的血液循环等等 有很好的加强作用 就是合跃了 所以在吐气的时候呢 最好如果你旁边环境允许 当然肯定不是在公共场合了 在家里 那么吐气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 是非常好的一个 内脏的一个 震动 对 你试一下 你觉得胸壳都在震动 袁老师我们一起来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吸气 吐气 中气够足 这个办法可以让焦虑水平 慢慢慢慢地降下来 比如说白天我们那么多事做 脑子想的事也多 但是你有时间 就把自己做一下呼吸训练 每次时间不用太长 有就行 那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如果紧张焦虑 会发现我们的肩膀是疼的 然后颈椎是硬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为了基于方便 或者是基于疗效 会更加强一些 我们在呼吸训练之前呢 会用头做米字操 比如说头就像写那个大米一样 就这样做米字操 得慢一点 慢一点 年龄大的人容易头晕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把静椎就可以活动一下 这个一般来说 一个是速度慢 第二个呢 做的时候如果不舒服的话 就可能要暂缓 你就把呼吸调了就行了 然后再做这种深长的呼吸训练 就更有效 刚刚您提到的这套调息的方法 最好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来完成呢 假设生活各方面都很规律的人 通常来说像早晨 或者是中午的午休前 还有就是睡前 这三个是基本的这个时间段 那每一次的时间 如果早晨时间很匆忙 可能一起床 排完大便小便的时候 大概五分钟左右 一般也够了 就做五分钟就可以了吗 对 但中午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 因为做完以后 你就午休了嘛 这个一般是在饭后做的 那大概也要十到十五分钟 第三次是在睡前 睡前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就不像咱们现在这样 坐在那个凳子上 其实这个方法 平躺的时候也是完全可以做的 睡前做完以后就直接睡觉 就不用去厕所 哪里也不用做什么了 就这是一天三次 其实呢 如果是三次之外的时间 多多一善 一有空就做 袁叔叔听完今天李主任的介绍 你有什么收获吗 哎呀收获非常大呀 我刚才李主任一边抢 现在我就已经全都记下来了 哇 你太棒了 真行啊 记得好清楚啊 真的是真心希望袁叔叔 能够调整好心情之后 不光是睡得好 白天也乐乐呵呵地 开开心心地 然后跟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嗯 好 谢谢您再见 袁叔叔 再见 嗯 谢谢 谢谢 那解决了袁叔叔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在他的生活当中 又有什么样的事情 困扰了他的情绪 刘丽湘阿姨今年六十岁 退休以前做销售工作 性格开朗活泼 走路风风火火 像个女汉子 兴趣爱好也很多 跳舞爬山太极拳羽毛球 但是一切的改变 是从一场意外开始的 我是19年10月份的时候 摔了一跤 怎么摔的呢 各种同事啊 去跳舞去了 然后呢就教他一个动作 然后呢我就这一二三 三二三的时候 这一转身 哗我就躺过去了 到了医院以后啊 你说我腰折了 哎呦 我说这怎么办呀 你大夫说赶快去做手术 然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 曾经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下子变成寸步难行 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度日如年 这让刘阿姨难以接受 然后朋友要打电话 说来看我 同事说要来看我 我说你们千万别来 真的就是说特别狼狈 就觉得你说跳个舞 就给我摔成这样 你说我该有多倒霉啊 所以说我就心里就承受不了 也正是这段日子成为了刘阿姨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说到这里真的 我真的我跟你说心里 我真的想哭 一波又一波的事情接连发生 焦虑痛苦的情绪挥之不去 对刘阿姨的生活 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原来是我是又爱蹦又爱跳 真的就是说是 哪里有热闹 我都得是第一个 跳舞那就再别说了 你说是运动啊干嘛的 我真的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可是现在呢 一切就完了 生活整个来一个巨变 所以说那特别郁闷 特别心情特别压抑 而且那现在家呢 老头又有病 家里有这个整个来一个大变化呢 现在真的郁闷的 你就吃饭也不想吃 什么好吃的也不想吃 过去呢是没有肉 是吃不下饭 现在呢肉也不想吃 甚至就是说吃饭都难以下咽 所以说现在真的心情非常糟糕 不想去面对任何人 就想关着门 反正一天就是说 能做点吃的喝的 就是这勉强就这么活着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联系刘丽湘阿姨 刘阿姨您好 主持人好 李主任好 你好刘阿姨 你好 通过这个小片发现 刘阿姨之前的生活 应该说自己安排得特别好 能够通过跳舞 其实带来身体这个变化 应该是更加健康的 而且跟那么多的伙伴们在一起 而且感觉她还是教别人跳舞 可以看得出来 刘阿姨一个是跳舞本身有乐趣 而且你看这个动作 也看教得很细致 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就特别不太能够接受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变化 估计对别人要求 对自己要求应该都很严格 也都很高 对 责任感应该是特别强的 是吧 刘阿姨 是的 是的 我这个人比较要求自己完美一些 现在你说社会 也就是说新鲜事物也比较多 然后呢自己也去想学 可是呢自己学呢又是有个问题 心有力而力不足 你想得很好 到时候就哎呀 就是第一例也不好 然后也就是挺焦虑的 挺烦的一天就这样 刘阿姨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见 最典型的就是中风后的情感脆弱 所以这个跟我们就是疾病本身 就是受伤 损伤 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躯体应激 在恢复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的体能消耗比较大 因为它毕竟有的时候是出血啊 用药啊 有的时候有手术本身带来的创伤等等这些 可能我们这个时候的情绪 会比以前要更低落一些 身体的机能下降了 他心理抗压的这个防线等等 也可能就脆弱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 我现在要被照顾了 他不习惯 所以这时候老伴照顾他 他会觉得啊 就比如说生活上特别独立的人 会感觉到我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对 他太习惯照顾别人了 太喜欢为别人付出了 太喜欢为别人考虑了 他不太去觉得接受别人对我的给予 是怎样一个感觉 会有一种不好意思 是的 所以平时呢 我们现在开始 刘阿姨就要经常跟女儿 或者跟老伴 或者跟朋友们 可能要寻求一些 该有的合作性的一些东西 是 我想呢 可能除了刘阿姨 可能慢慢要学会 接受别人的帮助 还有关键就是 当我受伤的时候 这个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就我这个身体体能的部分 需要别人照顾和关心 这是必然的 哪怕你说老伴不顾 医院里护士也要照顾我 这本身他就觉得 这个对自己来说 要求过高的时候 你过于完美的时候 连受伤都要 觉得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个对自己太过于苛责了 所以我想刘阿姨 从这个想法上 从这个家里的这个事情的安排上 可能要接受别人 对你给予该有的关心帮助 哎呀 我这很重要 但是刘阿姨刚才也提到了 自己可能胃口也不好 一直是吃不下东西 其实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下八珍汤 它针对我们 平平常常不管是健康 还是需要调补的状态人来说 特别对于老年人 它应该是气血双补的 所以八珍里边就有四味药 是补气的 有四味药是补血和行血的 刘阿姨胃口不好 为什么还要补气血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气虚以后它食欲就下降 气虚大部分都是脾气不足 脾就脾味的脾 然后它整个的食欲的感知觉 还有包括对于这个味道 食物的味道 可能都会有一些炖化的现象 这也是一个抑郁的表现 对 那补血呢 补血的话 一般我们女子以血为先天 所以如果气能生血 血又能氧气 单纯补气就容易造 如果单纯补血呢 我们身体吸收 它的能力就下降 所以通常我们都说 平平常常 平补是气血双补 补气的药 就党参 白猪 芙苓和甘草 然后补血的药就是 当归 勺药 川胸和地黄 姜跟枣可以跟这个八枕汤一起煮 它这个药汤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健脾 去湿的 补气 养血的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把味肠功能调好 我们的睡眠就好了 脚力就减轻了 平平常常补气血的话 可能一边煮三次就更好 一副药要煮三次 煮三次 把三次药液对在一起 你分两次 三次喝都可以 可能一两周就应该有改善了 再加上调整情绪 也可以帮助恢复胃口 对 胃口好了 营养吸收得更好了 骨骼恢复得就更快 太好了 刘阿姨 听完刚才 李主任提到的 这样的一些调整心态 和调整身体的办法 您觉得能坚持下来吗 我听完了 李主任说完以后 我心情好多了 所以刘阿姨好好恢复 回头还会更好的 好的 谢谢刘阿姨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第三位嘉宾 张青老师 他在生活当中 又有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他出现了焦虑的情绪 今年56岁的张青老师 生活中热爱运动 喜欢品尝美食 甚至自己还去学习烘焙 亲手制作美食 外人眼里 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应该是没有烦恼 安心享受生活的人 但是他的内心 也有自己的焦虑 2002年的时候 我出来创业做公司 那会儿我的孩子还很小 我这边有工作的压力 这边又要照顾孩子 教育孩子 那时候所有的压力 都聚集在一起 我就开始失眠了 整夜整夜没办法睡觉 而且那会儿 这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到了下午三点钟 站得非常准时 那脑袋就弹得下来裂了一样 我那会儿 严重的时候 不能出门 我每天就想着要去公司了 要去见人了 我就开始心慌冒汗 就开始害怕 就很焦虑 张青老师意识到 焦虑情绪 已经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 于是下定决心改变现状 我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 把工作停了 我想 什么事情 都比比如说我的健康重要 如今18年过去了 张青老师的两个孩子 也都已经参加工作 生活本来应该平静幸福 可是新的焦虑又来了 说实话 做父母的 真的是一辈子为孩子操心 小的时候操心他们的学习 生活 大了呢 就得操心他们的婚姻了 我呢 经常会听到我身边的朋友 谈论起婆媳关系 这就搞得我呢 也会 经常会很焦虑地去想 我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儿媳妇 我如果跟他们相处 他们有了孩子 我要不要替他们带 这些问题都会困扰我 尤其是听到旁边的朋友啊 说起这种 婆媳关系的矛盾啊 带孩子的问题啊 经常会搞得我 一夜一夜地没办法睡觉 我 现在好像不吃安眠药 都没法睡 一整夜一整夜地会想 我将来 我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 我应该怎么办 我真的挺困惑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连线一下张青老师 青姐好 你好 主持人 张老师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主任好 大家好 青姐你看 平常你都这么开心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担心和顾虑啊 人其实在每个年龄段啊 真的有很多很多 会让你去操心啊 会让你去担心的事啊 嗯 你说我现在是觉得 反而小时候啊 更容易一些 只要管好他们学习啊 吃饱饭就行了 他们越大 你越操心的事就越多 比如说他上大学 你要给他学科目啊 上什么学啊 哪个大学好啊 等到他上完大学了 你又得操心他工作 啊 去 他他工作优不优秀 他现在那个 到了社会上怎么办 如果他很优秀 他忙得要命 他根本就没时间 找女朋友谈恋爱 你会操心他了 你看 你好好睡觉啊 你不要这么拼命啊 哎呀 我跟你说 想的事太多太多了 这怎么办呀 这就是典型的 中国式家长 超一辈子的 中国式妈妈 对啊 这怎么办呀 您赶紧跟清姐聊聊 焦虑通常来说 对于女性来说啊 可能我看到 前面提到几个症状群 特别像我们 就是绝经前后的女性 这种焦虑的水平 比如说他提到 医药见客户啊 就一身大汗 然后也会出现心剂 这些状况跟女性的 就是这个月经周期 就是中医讲叫肝肾不足 叫肺肾不足 就是我们说这个水分 包括通过汗液的办法 如果损失太多的话 就心肺殷虚 就会导致这些焦虑的情绪 如果从现代医学看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激素水平 开始发生变化了 因为快绝经了嘛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 胶管神经或者植物神经 亢奋的这些表现等等 所以我觉得张老师 刚才提到的 性格还有追求完美 精致 这一部分可能处在一个 对于很多细节 很关注的状态之外 可能还多了一层 跟前面两位不同的 就是他这个 这个期间的焦虑水平 随着月经的变化 有些生理性的一些改变 他这两个应该是在一起的 对 而且看那个张老师 其实应该挺起来挺成功的 两个孩子那么大了 然后呢都开始 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 我觉得张老师 可能从开始到现在 他这个高水平的要求 是个常态 所以一定是容易出现 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 会预知风险 然后呢 然后为此做出准备 他每次这样一做 都能把问题解决 他就形成了一个 这样的习惯 然后呢就觉得 我是从这个 习惯当中获益了 我不但把事业做好了 而且我把孩子 也培养这么大 然后自己也很 追求生活品质 应该各方面 都兼顾得比较好 所以这种生活和 处理问题的模式跟习惯 就是属于提前紧张 提前焦虑 所以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张老师一定还会 找出事情来紧张 是吧 因为他会规避 所有的风险 精力又旺盛 这样的话 就可能会带来 更高水平的 这些情绪波动的问题了 像您刚才 用这个专业的术语 叫预知未来的一个风险 对 像我们外行人就说 这就叫启人忧天吗 这儿媳妇在哪儿 还不知道呢 就开始担心 佛习的关系 是是是 像张老师 这是很典型的 我们绝大部分 都是避害 也是第一个习惯 避害就是规避风险 他现在开始琢磨 婆媳关系问题 他可能就开始 打造他的儿子 怎么能跟他交流和沟通 找什么样的媳妇 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 是积极的 避害肯定是积极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趋力 所谓的趋力 就是寻找机会 寻找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 同时呢 可能会找一些 跟焦虑或者其他水平 不相关的 其他的 我能够逾越自己的 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可能会 用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让儿子能够有信心 然后或者是 在寻找伴侣 或者女朋友的时候 可能会 按照张老师 大体的这个逻辑 就八九不离十地 这样去做 也就把这个方式 积极的办法 也都放到一个重要的 那张老师听起来 他这个可能 避害的是占了大多数 趋力找办法这部分 现在可能可控的部分 越来越少了 就偏少了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有决断性 我可以马上把工作断掉 就说明他在一些 大事大非面前 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在对于 小事情细节方面 就过于完美的时候呢 可能预期性的焦虑 就把他整个生活质量 就下降了 那也就是我们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 没有去关注 你的当下的积极的状态 而是为过去 和为将来再买单 所以这个对于 孩子如果没成年 这个时候其实 这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教育模式 但如果孩子成年以后 让一个孩子有能力 包括自己去 这个珍惜生活 或者是去欣赏 当下的这个愉快的时候呢 可能这就是我们 教育的带来的一些 好的体验 我们把它忽视掉了 所以以前经常讲 什么活在当下 说起来呢容易 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就我们总是活在 年轻的时候 习惯性的 用这个办法 能让我活下来 活得很好的方式当中 你要产生一个 新的办法 说我安云现状 我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这中国人没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中国人 传统文化历来都是 要为未来打算 要为将来打算 对 为我的将来 为我的子女将来 为我子女子女的将来打算 就总是没有办法 享受现在的生活 这其实就是一种 你努力了以后 没有享受这个劳动成果 没有享受这个 真正带来的一些 获益啊 这个事情 所以一方面 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和整个的生活的状态 那另外一方面 确实是存在着 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是 心慌心悸 除汗 或整夜都睡不好觉 对 所以还是用一些 中医的办法 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 清洁目前的生活 是的 所以清洁这个时候 不管是症状 也没有再继续持续 都应该吃一些 重要的这个处方 或者药膳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 好的方法 我们对于这个 停经前后 包括就是出现 类似停经前后症状 比如多汗 心悸 或者包括失眠 我们有个方法 叫百合地黄汤 百合地黄汤 就非常适合于 这个时候这个使用 所以百合呢 它是用于 我们那个肺隐虚 这个时候呢 像我们大量的出汗 应该是肺气 就是被消耗了 所以百合白色嘛 它又归为肺精 所以使用百合 大量的话 对情绪稳定 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然后帝黄呢 是用于 绝经前后的 就是肾阴虚和肝肾不足 我们说它 从现代医学来研究 它是能够帮助 那个把那个 胶感神经亢奋 能够降下来 胶率就会减轻 一般百合呢 大概你用到 20到30克 然后帝黄呢 是30到45克 然后那个瘦弱的话 大概是二两左右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这样的话 就把它炖好就行了 快出锅的时候 放一点点盐 这个味道就非常非常好 欣姐听完李主任 刚才的介绍之后 有什么样的 这个收获吗 我觉得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是 少去担心孩子的事情 他们长大了 应该给他们信任 我觉得中国的妈妈 好像真的是改不了 有时候我妈妈也是 经常我都这么大了 她也会操心我的事 我老公的事 我说你别操心我 但是我就想 我将来老了 我一定不要这样 可是我到了岁数的时候 我该这样 我还这样 我要注意一下了 对 所以您看 这个受到了 李主任的启发之后 你自己开始 慢慢意识到问题了 那就找到一个 适合于调整的方法吧 那最后非常感谢 李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也感谢主持人 感谢几位嘉宾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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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再见